新台灣星光大到 雖然我們剛剛聊到 有些場面上看起來 也是可以一笑之之 像那些阿伯這樣鑽過山洞 其實也反映出來現場非常熱鬧 包括了蔡英文她也很喜歡 跟她的選民直接互動 尤其是像最近你看 那紅包這樣塞啊塞的 是直接把手掀在口袋裡頭 這樣塞前的塞上面塞下面 我覺得幸好沒有到席胸狂風 我覺得也是另外一個話題 但是坦白講 就維安來講的話 你真的可以不顧慮嗎 我認為也還是要顧慮 所以我們剛剛在講到說 在這個馬英九的場合當中 現在維安也很像是鴻海一樣 都拍照了自動分開 等到拍完了再合起來 我覺得這個也是還蠻好玩的 那蔡英文那個首題的SNG 我倒覺得我是比較 可能是因為當政治記者久了 民進黨會不會覺得說被停搜 有白色恐怖這樣的疑慮 但是呢對於這個警察來說的話 是不是又是必要的咧 劉曉達你對警察那麼熟 我覺得警察的配備 應該說他們認為必要的才有配備 或者他那種也沒有必要 但讓配備去幹什麼 那如果說要講情收 但是我說這畫面傳回警局 而且很即時的要幹嘛呢 他即時的目的在哪裡呢 因為你很即時的話 你有可能連線去 可能好像那車子一樣 一動一連線這個車子 張車還是怎麼樣 那個人有安全顧慮 還是有沒有安全顧慮 可是萬一如果說現場 真的發生什麼意外 什麼狀況的時候 那你傳回去也來不及啊 你當地的警察 現場警察可能搞不清楚 但是他們總部的警察搞不清楚 這個人好像沈兔熊啊 這個人可能有可能在那邊破壞 有沒有 就會通知他們多注意一下這個人 你說現場反而已經 馬上就可以連線 消息會比較 但是這種東西我覺得效果不大 就表示說 我有盡心在做 但是效果不大 對 我覺得好奇 他到底有什麼效果啦 技術上我解釋一下 為什麼要即時傳回警局 對啊 為什麼 警局那地方 警察局人那麼少 也沒有人在那邊看啦 而且就算發生什麼 你趕到現場 他就跟行車記錄器差不多意思 他趕快傳回去之後 他那個記憶體才會夠 因為他話數一定要高 以後要放大放大放大的時候 他不像我們一般那個手機 所以變得有點像事後 對 他是記憶體不夠 結果也要去說是誰誰誰誰誰 從警察局那邊的主機去釣 大概是這個公安 所以現場應變是來不及了對不對 我補一個情況 剛好相反的故事 我在歐洲一個小國 看到他們的總理 每天早上騎腳踏車上班 然後他總理府的大門口 只有兩個警衛 而且總理下班以後 警衛也撤了 而且他在路上 其實假如是上班的過程中 他國家的老百姓 沒有一個人上前跟他照相 大家懶得跟你照相 所以我剛才講過 當然國情不一樣 我們學不來 但是我講過 路客看到我們的阿伯穿山洞 一定很感動 我是剛好去那邊 看到他們的總理這個樣子 我也很感動 所以不同的層次 不同的層次 可是你覺得這個SNG 所以我覺得他的目的 到底就是我剛剛講 很顯然就不是為了 現場臨時應變之用 而是為了事後做採證 做分析之用對不對 我覺得恐怕那些在場的警察 有像民進黨方面 或是候選人 我想恐怕有後備 會被通知 我想有後備說 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OK 好 所以這個聽起來的話 就是說至少高科技的產品 不但是我們剛剛講到 總統維安 包括警方盡可能的 能夠去配備的也配備了 未來的話呢 是不是其他的候選人也會有 我們可以稍微觀察一下 待會後來 我們還是要講一點點就是說 除了我們今天看到 這個最新的畫面 其實我一直對於這個 蔡德勝先兩天在立法院 談到的有關於這個 情搜的狀況 我覺得有蠻值得討論的地方 就在於說 因為他講說確實有收到實踐 而且馬英九的比蔡英文多 那我想對馬英九來說 是現任總統嗎 可能難免 但關鍵在於說呢 他跟大家講說 意思好像是讓大家放心 他說呢 因為大部分都是個精神疾病者 跟席微乖章者而已 但是我坦白講啊 像美國幾次呢 這個暗殺總統的事件當中 像暗殺雷根那個 就是精神疾病者啊 就是說你不要以為說 都只有行為偏差 政治的狂熱分子 才可能對於總統或是大選 過程當中的政治人物造成危害 有些精神異常的人 像那個美國 就是刺殺雷根那個人 他純粹就是因為 他要引起 Judy Foster的注意 他就模仿了電影 計程車 勞伯迪伊諾拍的那個電影 要暗殺總統 然後暗殺總統 就希望引起他的偶像明星的注意說 喔 因為我這個人存在 就這個樣子 而且新聞我還記得幾年前 這個人要被放出來之前 他女兒還出來抗議 說他老爸還沒好 所以我覺得精神疾病者 其實我覺得也很可能 會發生一些狀況啊 不是嗎 劉老大 有可能啊 精神疾病者 有些外表看不太出來 而且他可能動機沒有那麼強 不是政治性的 那蔡德勝他有過濾的話 大概是那些人曾經被發現 有什麼寫過信啊 打過電話 旁邊有人舉報 警察舉報說 這個人很偏激要幹什麼 是把這些人列為 比較重點的人物 真正也不見得說 要殺總統的人一定有精神病 這個是狂熱的也會 也有台灣目前 你說陳義雄當初 對啊 對啊 那這種情況下 你說國安局能防範到什麼地步 我是很純利的 雖然蔡德勝跟我是 同樣是馬公中學的 他高我一屆 他高我一屆 蔡德勝這個人 是狗以狼 你說他 所以狗以狼 會不會太掉以輕心了 你覺得 我覺得蔡德勝 他個性不會掉以輕心 不會是 他一定把它當做 很嚴肅的事情來處理 但是能處理得多好 我是一直覺得 以目前台灣的情況 總統選舉 不會發生什麼 槍殺總統的事情 我覺得不太可能 我個人覺得不太可能 我補充一下益鴻講 益鴻講有一段是有學問的 他說會暗殺人家的精神病犯 外表看起來是正常 這是有道理的 為什麼 因為精神病人分成好幾種 那有些人你一看就曉得 有的看起來怎麼吃到 有的看起來是小白小白 但是會暗殺人家的 大概是屬於偏執狂 或者是妄想狂 那偏執狂跟妄想狂 是在所有精神病裡頭 看起來最正常的 所以意思就是防不身防就是了 因為他腦筋裡頭 充滿很多奇奇怪怪的 比如說他有整個 反攻大陸的 海陸空軍的佈陣 我看過這樣的變成這樣 但是你看他完全正常 他講得頭頭是大 非常有系統 但是你一聽他講三句話 就知道這下來了 那種人才會暗殺人家 可是那個電影美麗進階眼那樣 你也不曉得他還可以教書 對 還是一個數學家 他就有他自己的 我其實比較在乎的地方在於說 就是說其實我們也不要講太多 讓大家覺得心生恐慌 但我只是想說 蔡德勝會不會感覺起來 在立法院備詢的時候 態度有點讓他覺得說 他是想要降低大家的擔憂 還是他真的覺得沒什麼 因為我覺得如果說是精神病患 跟行為乖章者 不代表一定沒什麼啊 其實我看了是降低的蠻多的 因為這個劍數比照04年 那個有上萬劍 那個差很多 劍數不一樣 而且他有講了一個說是 大部分他們已經過濾 你知道上萬劍 不是就是上萬劍都去辦耶 你要先過濾 他過濾出來剩這麼少的分數 而且有分析說對方是誰 這種巡線他有一個鎖定 我覺得我是降低蠻多的 降多蠻低的疑慮就對了 對 疑慮 那這個藍軒剛剛講 就是說美國總統 不是有一本書總統 跟他特勤門嗎 他大爆料嗎 至少有 我記得數字 就是七位以上正副總統 就是被刺殺 政治暗殺等等 未遂跟已遂的 從林肯時代 他們有一些那種細節的報導 就是大部分都是 我不敢講確切的比例 就是說其實精神疾病 或是政治狂熱的 就算抓到他也是訴諸 他是精神病嘛 對 這類的是蠻多 但是因為我們先前 如果沒有零四年兩顆子彈 我們這座群粹是想像學理嘛 就是我們應該要怎麼樣 可是現在已經有實際發生過了 包括連勝我們也把它算進來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東西還是 高度警覺一定要比較好 所以情之有一件 你過例出來有一件 是有可能 而你沒有作為的話 那一件就真的是很致命的 其實真正發生事情 往往這情之沒有分析到 是 不是 沒有分析到 那這個沒問題 就是沒有分析到 那個才會出問題 對啊 照理還是應該要持續去拜訪 一般我們知道 像剛才光行講的那本書當中 他們去記錄美國 他們所掌握到的一些人 如果說他認為他可能過去 有一些什麼樣的異常 而且有類似的行動 他會定期的每半個月 每一個月去拜訪他 看他有沒有最近呢 搬家啦 有什麼樣新的狀況啦 會引發他採取更多的行動啦 我相信局長他的意思大概是說 在組織犯罪這方面的 然後跟在政治目的 政治暗殺這些 他是沒有了 被排除 所以他在網路上找那些東西 你會PO在上面的 大概也不太需要你去太注意啦 那應該都警方的工作 就處理掉了 那應該意思是說 大家覺得那種我們防不了的 大概也是沒有 但是我們防得了的 這些人都有掌握的意思 OK 我們希望 當然是希望 今天的選舉平安 不過對於為安來說的話 真的是要嚴陣以待 畢竟選舉越來越熱了 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要繼續聊 怎麼個熱法呢 現在親民黨跟新黨 似乎有點捉對廝殺了 昨天新黨的主席 郁文明邀請親民黨的主席 宋楚瑜一起來選 不分區的立委 但是親民黨今天回應了 話很辣 蠻毒的 他說 郁文明主席 愛吃又要裝淑女 這個話聽起來還蠻凶的 我們休息一會回來繼續討論 那